《防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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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灿》是个心脏病要重视 因为防灿 它可以导致脑中风 导致死亡 200年前 我们就有打针 100年前就是吃药 20年前 1996年 97年 发现经过导管 可以根治防灿 80年毕业当医生 决定做防灿是在 1997年 我们第一次做手术 防灿是1998年 24年前 中国防灿治疗规模上 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 质量上在全世界是中上等 在研究上 我们属于中等偏向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治疗因为是患者的需要 推动 所以发展得快 我们行业的预计 到2035年 一年 防灿的保管消融这种手术 一年会做到100万里 现在是多少呢 10万里 未来的30年 我们最核心的核心 是创新 现在呢 在研究领域 投入的力量是空前的 并且是成十倍的增长 并且是成十倍的增长 都是科学合理 你的安全系数都是最高的 这样的话 你和患者的关系 保障就有了 如果医生有清澈的思路 有耐心 给病人把这个道理 我们说科学道理讲明白 90%的患者 都会轻松的接受你的建议 所有的患者呢 都会需要到更高水平的医院 和更高水平的医生 帮助他去治病 但是我们呢 平均水平在上升 提供服务的能力 目前呢 应该说越来越好 这段仍旅问题 都会需要到更高水平的医院 利润 这段仍旅 已经堂了 争可